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中午,日月有好戲上演 江山六至主營水戶熟攜 江山六至近況不足,球隊連戰連勝 反觀水戶熟攜遭遇各項賽事四連敗的打擊 設施比場之下,水戶熟攜此行只能失望而回 江山六至上季只能排在中游 今季開局展現出極佳的競技水準 前四輪過後,錄得三勝一和 即十分頂跑,日月即分榜 江山六至能取得夢幻開局的主要原因是攻防區階 進攻方面上,昆場可以攻入1.5球 其中田中、雄大和格利神、奧利維拿等5名球員有個破門得分 他們今次表現值得期待 另外,防守方面上,江山六至防線更是密不透風 四場有三場零封對手,只有一個失球值得稱讚 另外,江山六至最近兩次主場對陣水戶熟攜都取得勝利 球員心理都佔優,禁盡主場出擊 江山六至必定能擊退對手 水戶熟攜上季排在下游的位置 雖然江山六至不太大,但也不能掉以輕心 到了今季,球隊並未有多少警戒之心 如果港一比零戰勝盤城FC取得開門紅 令水戶熟攜曾散生變好的假象的話 這樣之後的三民全部落敗就令球隊認清了這個事實 他們今季很可能要為寶祖而戰 更為不利的是,算上日聯盃下場不敵低組別的環賓SCC 水戶熟攜近三場各項賽事作為客軍都遭遇敗仗 今次走訪領頭羊江山六至水戶熟攜再添一敗無可避免 多謝收聽,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吧 立即下載M直播,無論何時何地,猶如智新現場,看盡足球、籃球賽事